来到佛兰公社 牛肉粉 这是我喜欢的格调 哈喽大家好我是关姐 哇我可以缩粉呢 就信信念念的粉 刚刚是在研发室里边 去看他们熬了汤 当时说没粉 所以我只能不远千里来到这边的门店 老鼠在里 听到没有 好汤好料缩一碗好汤 这果然是我们湖南稍有匪气的一句话 湖南人就是匪气十足 然后这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未来美团和饿了吗 就是这些外卖平台的一些新宠 就是最新要扶持的一个对象 就是你们一定就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要根据政策呀趋势呀 然后我就是去走 他们内部在开会就会讲到 就是未来他们重点扶持的一个就是外卖商家 就是这种巨鱼 叫金额美的小店 现在快一点了啊 生意还蛮好的 这是堂食 如果会容易 我会想你你你 假装你 写了外卖再做吗 现在还没上外卖 没上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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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毛鱼的 你能打了打你 是60吧 不止啊 毛鱼70% 70% 还有干胶饭的呀 你看一下这个干胶饭的出品还可以 看一下 还有干胶饭 这个干胶饭出品真的还可以 大片牛肉 好多年没做堂食的 然后发现堂食就是升级的比较厉害 就升级的好多个档次了 但是我们以往做堂食的一些经验 还是用得上的 就互相在交流沟通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做的麻辣炭的一个格调 跟这个粉店的格调接近 类似 但是这个很高 松药材一共有36个在里面 配比 比较一个的配比 然后炖的小时 就炖的时间要大于8个小时 才会变白 这是真正实实的骨汤 骨汤熬制 所以汤底真的是这个粉的核心 但粉也是重要 粉马 粉的马子 哦粉的马子 他们这边叫焦头 我们叫马鱼 哦 这个粉马也是非常重要的 做粉感觉像一件艺术品一样的 就是艺术品 就是艺术品 就做什么 就什么东西都要做得非常精致 就是每个环节都要 我们做马鱼炭就不一样 就所有的菜洗干净 然后搭在上面 然后别人点来吃 然后可能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汤底 嗯 然后但粉的话是从汤底啊 就是粉的选品的 就是用什么样的粉 然后再就是做哪个地方的口味 它也要有个定位 还有就是那个粉马的那个马子 也是很重要 来看一下我们的高汤 这是什么 中药菜 对啊 你自己的汤 汤是脆实的 我看到有鸡 这牛骨 真实的骨头 是 比较真材实料哦 真材实料哦 这个店真的是凝聚了老许全部的心血呀 但是跟我的那种品牌的这个 为爱的一个整体的理念 还是蛮相符合的 果然就是合伙人啊 那东西还是相互吸引的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下次见 拜拜